佛陀的教育,重点是叫我们开智慧,不是别的,不是叫你这经要念多少,要记多少,不是的,不重视着。 这些都是世间法,真正出世间法,就是叫你放下。 也能放下起心动念,放下分别执着,就成佛了,而能放下阴神,对于阴神,不起心,不动念,不分别,不执着,可恶了,也成佛了。 相继国,相继如来,这一个地区的人更信,食根最厉害,他吃东西,食结束胃, 三天苦辣心无畏,他没有分别,没有执着,没有起心,没有动念,所以他吃东西可恶了。 笔文相开悟了,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,不起心,不动念,不分别,不执着,就成佛了。 如果起心,如果起心,如果起心,不动念,分别执着,就造业了,业有善悟,善业敢善善道,悟业敢善悟道。 造业是因,将来,入三善道,或者是三悟道,那都是果报,有因有果,一因果报,丝毫不爽。 这个事情,只有佛将的清楚,只有佛将的明白。 问题,中门大德常常看一眼学生,问他,会吗? 这一句,可了不得了,会的,就成佛了,不会的,就造业。 吃饭,你会吃吗? 会吃的,成佛了,不会吃的,造业。 那造什么业? 摊按口味,这个我喜欢,那个我不喜欢。 喜欢的多吃几口,不喜欢的也不想,不想吃它了,这就造业。 如果这个业是善,果报则三善道,这个业是不善,果报则三我道。 那吃东西怎么,怎么会不善呢? 吃的不好吃了,把厨师叫来拔他一顿,大发雷霆,这是三我道,果报是三我道。 那吃的好吃,就把厨师叫,奖励他,赞叹他,这是善道,这是善善道。 我举这一个例子,见色纹身,秀下肠胃,哪一样都可以称阿罗汉,称菩萨,称佛。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,读经也是如此,送金,会送金的,称佛,不会送金的,也在造业。 不会送金的时候,念这个金香,这什么意思,那什么意思。 这一句讲得好,那一句不怎么样,起心动念,分别执着,造业了。 不起心,不动念,不分别,不执着,他送金,是修天丁。 念的时间长了,清净心出现了,平等心出现了,大吃大悟了。 佛法的,学习的理念,方法跟世界完全不一样啊。 用世界人修学的理念方法来学佛法,佛法变成世界法了。 变成一种知识了,不生智慧,那就错了。 释迦牟尼佛看到会摇头啊,佛法变质了。 的音乐 估计划